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签证和EAD公卡 还有绿卡以及美国国籍之间有哪些区别 这个是我的中国护照 然后这个是我18年在上海办的十年商务旅游的签证 有了这个签证,在十年里面可以多次往返美国 但是最多只能停留半年的时间 如果超过了这个停留的期限,还没有返回国的话 就算是美国的黑户了 以后再想调整合法身份会比较困难 其实不在美国长期定居,这个签证就完全够用了 很多人会把绿卡和美国国籍之间搞混 事实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绿卡持有者他还是中国公民 然后回中国的话不需要签证 就不需要额外再办签证了 还可以长期居住在美国 除了不能竞选总统之外 大部分可以享受和美国公民一样的待遇 很多人有了美国绿卡,他其实是不愿意再加入美籍的 但是有些人最后还是入籍了 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总结了一下 主要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入籍以后他可以申请父母及子女 然后可以在任何时候申请家人移民美国 不收配额的限制 离境的时间也不收限 也不用担心被驱逐 可以随时回到美国 另外还有100多个国家的免签待遇 可以去很多国家游玩 而绿卡持有者 每年必须在美国居住半年以上 否则的话可能会被没收绿卡 有被驱逐的风险 然后另外还有移民配额的限制 比如说他不能申请父母 还有等候期啊等等 我最近这次从美国进关的这个停留期限 每次进关的时候他会盖上这个小厨 然后是2020年6月14号到期 今天是6月25号 美国西部时间比国内慢一天 然后国内白天的时候这里是晚上 所以我现在这个旅游签证已经过期十几天了 这几天收到了那个移民局寄来的公卡 有了这个公卡 就可以办理那个收费安全号 收费安全卡 这个相当于有了美国的身份证 然后找工作呀 办理入学啦 申请贷款 还是什么银行开户 申请信用卡这些都可以办 然后因为疫情嘛 社会安全局也没开门 所以他就在那个公卡拿到了之后 第二天吧 他就把这个社会安全号也直接寄给我了 总的来说还是挺幸运的 不然受疫情影响 回国也回不了 接下来的话就等疫情好转之后 出去找工作 然后现在出门嘛 还是不太放心 万一生病就不好了 据说美国治病很贵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见 感谢大家观看